李亚鹏结婚后 李燕直接甩出一张照片 王妃离婚时 竟签下秘密协议保他周全 在李亚鹏关心自己和新妻子 海哈惊喜结婚以后 有不少人都开始担心起了 李燕这个女儿的下场 毕竟这个孩子一说声就患有纯恶劣 面对自己父亲已经有了 新妻子和儿子的消息 不知会做何感想 就在外人议论纷纷的时候 李燕直接在社交媒体平台里面 晒出了一张黄昏的照片 并且配上了一句颇有神意的话 黄昏是我一天中势力最差的时候 这张照片在外人看起来 有一些压抑 不知道这个年纪轻轻的小女孩心里 究竟有着多少的痛苦 更重要的是 李亚鹏在和新女友官宣结婚之前 曾经做出一个让人争议的举动 那就是一向自称爱女儿的她 竟然将女儿单独一个 送到了瑞士区留学 据知情人爆料 其实李燕在得知 父亲和新妮友在一起的时候 曾经大闹过好几回 而李亚鹏也是哑巴吃黄连 有苦说不出 因为当年虽然是王妃主动提出了离婚 但是她却很担心自己 这个患有成恶劣的女儿 为了能够让孩子健康成长 所以王妃和李亚鹏曾经定下约定 那就是在女儿能够独立生活之前 双方都不能够再婚 跟这个孩子造成更多的伤害 所以这些年王妃即使和新丁峰 非常恩爱共同出入 但是一直没有提起结婚的事情 而李亚鹏这边呢 无论换了多少女友 女儿李燕始终都是 她护在身旁的宝费 但是将李燕单独送出去留学的情况 就变得不一样了 这代表她至少有单独一个人 照顾自己的能力 即使王妃李亚鹏此时的行为再不满 也不能够再说些什么了 可是从实际情况来看 李燕从一开始 应该是不知道自己父亲 想要再婚生子的事情 所以当父亲打了她一个措手不及以后 她也只能用这样的文字 暗绰绰地表达自己的不满 毕竟同父异母的弟弟都已经出生了 她总不可能继续挡着禁母不让禁门 很多网友都认为 其实王妃并不是不爱这个女儿 事实上在离婚之前 她已经为女儿铺平了所有的道路 才能够让李燕又多做了十几年的小公主 也算得上是两口用心 也有网友认为李亚鹏如今已经五十多岁的年纪了 再婚生子也是人之常情 不应该为李燕就放下属于自己的生活 她对这个女儿已经做到了人之意尽 大家认为李亚鹏是不是被判了和王妃的约定 现在不能去得下你们看